大家好,我是香蕉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前一阵子测试过韩国SK海力士P41 PCIe 4.0 M达2 SSD 在影片下留言,一直会看到有观众说 其实它就是烧肉店Solidite P44 Pro的同母异附产品 所以我刚好趁双11特价起,目前P44 Pro价格也降了一点 我配合信用卡折扣,大约用1900多元入手一支1TB来测试一下 也一起来解开这两个品牌之间的绅士之谜 哇,这P44 Pro的第一眼印象,感觉真的还不错 包装盒子做得蛮大一盒,大约比P41大了1.5倍 真的有一种输人不输政的感觉 包装质感做得也不太差,保护运动上也都有兼顾到 那在包装这面左上角,有大大标示出烧肉店品牌Solidite来增加你的印象 中间部位也是不免俗要印一下产品食物罩 在左下角会贴上你购买的固态硬碟容量大小 而它的读写速度有7000和6500MB每秒 完全和PC一样,没有差太多 P44 Pro是PCIe 4.0百式传输规格 也是采用SK海力士176层DLC3D NameFlash 在右上角也贴上它是由连强公司代理保固 在背后就是简单产品介绍说明5年有限保固和认证标章 好,快来把P44 Pro拿出来看看 在盒子里面有说明书和被大大透明盒子固定好好的P44 Pro 而这本厚厚的使用说明书有多国语言介绍,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是我们主角P44 Pro 1TB M.2 SSD 嘿,要怎么说它呢? 该注意到的保护性一点也没有少 打开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透明塑胶盒内看到你买的P44 Pro M.2 SSD 有没有在运送过程中压商 而在P44 Pro上方贴有公司和产品名称贴纸 没有任何产品资讯 看它的材质也是一般贴纸而已 所以撕起来保存在自行加装Enter2散热器应该不会太难 而在背后就是清楚贴上P44 Pro产品资讯和序号 所以在使用上千万别刮破这张贴纸 还是老话一句 毕竟很多厂商也都有要求贴纸撕毁就不认保固 大家小心为妙 好,撕掉上面这张贴纸来看看它和P4E差别多少 那在这里还是苦口婆心提醒大家 撕起来的手法要清千万别急躁 保持贴纸完成才是我们要的目的 毕竟这么贵的Enter2 SSD 它的保固要求还是很重要 好,完成 在主控晶片也是使用自行研发的ARIS ACNS075 台积电12nm制程 8个快闪记忆体通道传输 动态记忆体也是配自家LPDDR4 1GB颗粒 储存颗粒也是自家176层TLC3D NameFlash 但我发现它和PC用的颗粒是使用不同型号 可能等一下测出来应该会是不同的结果才对 好,那大致开箱介绍就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为了再和PC比较误差少一点 同样都是使用 有加装6公分风扇9X Enter2散热器来帮忙散热 测试机台也是用一样基加Z690主机板 搭配Intel 13代i9 E3 900G CPU 主系统Enter2 SSD是海盗船MP600 Pro 1TB 自带原厂散热器 读写速度有7100MHz和5800Mbps 记忆体是DDR4 3200MHz 32GB 显示卡一样只能用CPU内显来操作使用 好,安装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7度的台湾入冬季节 首先是Crystal Disinfo 目前是全新为使用的Enter2 SSD 传输模式是PCIe 4.040 在开机待机10分钟后 有加装9X Enter2散热器 它能把P44 Pro 1TB压在37度 只上升1度而已 所以建议这种高阶Enter2 SSD 能用带风扇散热器是最好的 对你的Enter2 SSD在工作稳定一定有帮助 在我多次使用Crystal Dismark 性能毒血狂操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最高也才44度 而且在测试完也能马上帮你降温到40度 前后相差有4度左右 这样表现你还不想用 我也无话可说了 而在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 读取有7110MB每秒 写入有6558MB每秒 已经都比官方标示还高了一些也蛮不错的 在4K Q1 T1 也是前段班高阶Enter2 SSD水准表现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11597分 IoPS有58万和119万左右 也是最高PCIe 4.0 Enter2 SSD前段班表现水准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P44 Pro ETP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让人意外 它既然可以一路用5900MB每秒左右读取速度到结束 完全和P41是不同写入策略 这种结果真的是耐能寻味 用相同主控晶片不同的储存颗粒 确实能改变不同的读取结果 所以拜托老是喜欢偷偷换储存颗粒的厂商们 我们是真的能感觉出不同的差异处啊 你们刚刚好就好别换过头了 拜托啦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它的测试结果也是让我吓一跳 在开始初期一路狂飙用5500MB每秒一直写啊写 连超过一半50%也没有打算掉下来 感觉它的SLC模拟快取是用不完没有在怕的 结果大达90%进度时 终于出现SLC模拟快取耗尽现象 马上掉速下来在那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到结束 最低速可以到1580MB每秒 最高速可以高达5400MB每秒 这种感觉已经接近全盘模拟快取设定 这样写入策略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们马上来使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 就知道结果了 因为这是高阶NR2 SSD 我们也不浪费时间 直接使用52GB两倍档案104GB拷贝复制到P44 Pro 1TB里面 在第一次写入时间大约预估只要25秒 写入速度也非常的快 约在3-4GB每秒把档案拷贝完成 那接下来我就不客气了 马上把P44 Pro 1TB写到满盘为止 可是当我在快乐狂丢档案写入时 却在第三次测试写到10%总计有218GB后 它就开始出现SLC模拟快取耗尽现象发生 写入速度开始掉到1-1.6GB每秒的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怪了 不是有高达90%的全盘模拟快取水准 怎么一下子就用完了 连带之后的写入速度都是保时一致 没有太大改变 这P44 Pro用这种黑科技真的可以在各大测试软体中糊弄过一堆人 可是实际使用档案满盘写入测试时 就又会被打回原型 老老实实和PC没有太大落差 那一样再用Crystal Disk Mark来测试99%的读写性能 最后读取有7080MB每秒 写入有6559MB每秒 高达998%满盘的P44 Pro 还是能维持官方标示的读写速度 真的也算蛮不错的 最后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以上的区块读写表现 已经达到2.3GB每秒的 Gen4高阶 M.2 SSD 水准 到达256KB以后 就是往极限时冲 约在6.1-6.5GB每秒速度 也能一路平顺测试到最后 也没有掉出问题 那以上是Solidite P44 Pro 1TB Gen4 M.2 SSD 固带硬碟测试 老实说不知是不是为了作为新创品牌的高阶 M.2 SSD 特地使用黑科技让它在测试跑分软体都有晶能高分表现 如果你只是简单测试一下 连我也会觉得P44 Pro真的是天下无敌手 可是在日常工作上老老实实用档案写入抄下去 它就不得不马上献出原型 下轮大都能接近它的同母异父的SK海利式P41 但也蛮可喜可贺的 在打回原型后的P44 Pro 并没有白烂出现夸张超慢写入速度问题 所以如果你问我要选哪一个来用 我觉得如果你要展示你的M.2 SSD有多强有多快 那P44 Pro绝对是你博二人选 可是在日常工作使用 我的建议是谁卖的比较便宜就买谁 两者笑的没有太大落差 都是高阶M.2 SSD的表现水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是两者都使用过的人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感想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